歡迎收看樓市事件 先看看最新一期CCL 報一四百點五九點 按週跌百分之零點五二 連跌六週 今天我們繼續有施生在這裡 跟我們預測一下2024年的樓市走勢 施生你好 你好 2023年就疫情過去了 但樓市雖然在今年的年頭都經歷過一個小陽春 但好像未能夠扭轉逆勢 全年總結是累跌了百分之五點二 施生你覺得明年的樓市會繼續循環 還是會有些新的變數 你對於2024年的樓市預測又會是怎樣 有一些因素就不容易改變 例如美國對中國的制約 他會連香港一起都打擊 香港以前在全球化裡面 我們扮演很多角色 也找到很多機會 現在變成去全球化 互通又沒有 大家都保住自己所長 又不肯益人 在這種情況下 香港做中間人的角色是少了 而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是不容易改變的 雖然他不會全面脫勾 但他也是有得脫就脫 能夠精準地脫 他會精準地脫 所以在香港的角色功能上 受到制約的情況下 香港的經濟發展 香港的經濟發展 在2024年上半年 最遲的年終都應該會見頂 利息一旦見頂開始回落 對用家的供樓負擔 壓力測試 亦會比以前容易過關 用家可能逐漸發覺 供樓未必差過租樓 利息負擔少了 之前很多人轉租樓 令租金上升了 所以利息回落到一定程度 供樓的吸引力會增加 因為資金成本便宜了 另外利息下跌 投機投資活動可能會增加 因為資金成本便宜了 另外利率下降 會令投資者接受一些回報低的物業 其實回報率是由租金和樓價所造成的 怎樣情況下回報低了呢? 樓價上升了,都可以令回報低了 所以當利率低,人們接受低一點的回報率 他們會同時接受高一點的樓價 這就是利息的影響 如果利息真的持續再向下調 因為我們剛剛經歷了一次 八個段地升,升了一年多兩年 跌起來,都會跌回差不多一日子 因為這麼高的利息 美國都很難維持經濟增長 人們把錢到銀行都沒有生意做生意 所以為了經濟有活力,都會減息 減息是2024年最重要的利好因素 這個因素究竟在市場上有甚麼回應呢? 現在都要測試過才知道 這個因素一定是利好 問題是,利息不是樓市的唯一因素 你還要看其他的 例如剛才說中國經濟在美國壓力下 是否找到位置又上過呢? 中國除了內循環之外 是否可以維持一定的外循環呢? 如果有多些外循環 香港就會分到一杯筋 譬如中國出口又開始增長 出口增長,香港做鑽口的機會就會增加 有鑽口,有很多專業服務可以配合 財務、法務、保險、金融 都可以分到杯筋 所以要看看中國經濟是否恢復動力 恢復動力就會益得到香港 因為現在不能靠美國益 都要靠內地 所以如果內地經濟好一點 香港就會達到順風車 其實今年香港政府扭盡六任 想要去唱好香港 但是看回香港逆後復甦的情況 又好像不似預期 零售業、餐飲業、服務業等等 其實都好像恢復不到昔日的光彩 如果施生要獻計 你覺得香港要怎樣才有機會逃出這個困局? 香港其實是一個相對小的經濟體 它自己不能夠獨領風騷 以前靠美國 現在靠內地 所以如果內地經濟好一點 香港會好一點 內地經濟好嗎? 香港很少角色可以扮演 要看國家的整體政策 但是香港可以做一些自己的事 起碼不要令自己的經濟遇到太多的阻力 我自己比較擔憂的就是 如果住宅樓價持續下跌 因為2022年跌了一年 2023年上半年升了 下半年就跌了 已經跌了兩年 如果再跌 很多小業主都會資產蒸發 甚至變成負資產 如果處於這樣的情況 它連消費意欲都下降 除了消費意欲下降 它的投資能力都受破壞 經濟會失去動力 所以一定要設法避免樓市出現資產蒸發 怎樣可以避免呢 應該是一個以前阻撓資金日市的一些做法 要撤銷 即是辣椒、收很高的印花稅 這些都是打擊投資的 現在其實是希望投資者來撐牆 因為現在用家有時都租樓不買樓了 買賣市場就受到壓力 政府不要妨礙別人來投資 另一個最好是幫助別人投資 尤其是強積金供了那麼久 很多國家的強積金都會拿來支持自己的國民、市民 去買樓自住 新加坡、中國、大陸、很多其他國家都有 如果香港政府供了強積金的錢 你自己那份可以拿出來做買樓首期 這個對他退休都有幫助 突然間有一筆錢可以拿出來買樓 這個對樓市一定有幫助 另外現在你環電都有投資移民 投資移民現在就任他買股票也可以 買債券也可以 買地產就好像不行 保守一點就開放給他買住宅 如果你想推大力一點 你就指定他三分之一買住宅 例如投資移民的人 肯定要買樓自住 自住的需要可以合同投資一起用 一定吸引大很多 這些都是對樓市有支持作用的 問題是政府用不用 先要減少阻力 然後要增加助力 相關齊下 市場就會好一點 政府不可以整天想 樓價升就是害到人 害到買不到樓的人 現在實際上 人們有能力買都不買字 現在要恢復市場的交投量 交投量不升 發展商的新盤賣不出 我不是只要救發展商 而發展商如果賣不出 他開盤很多變貨尾 資金收不回 他怎樣去賣地呢 如果他賣地出不到好價錢 甚至有些放棄賣 政府賣地收益大幅下降 收益下降 而未有新的代替收入 政府可能被迫減公務員人工 削減福利 對香港就影響大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 重要一個環節就是 避免出現通縮 避免樓價下跌的時候 失去秩序 出現恐懼 如果市場有其他消息 好的消息配合 出現反彈的機會就會增加 我自己看農曆年期間 有一個小陽春是不出奇的 但這次小陽春未必好像二、三年那麼長 二、三年因為疫情過了之後 重新通關、重新復償的刺激 今年其實就沒有這方面的刺激 只不過是可能農曆年交頭少了 儲存購買力在農曆年後爆發出來 希望如果是減息消息 可以配合小陽春同事出現的話 小陽春的時間可以長一點 多謝詩先生的分享 今集是二、三年最後一集節目 預祝各位新年進步 我們下集劉史詩見再見 請kie宜科 chae石 我們下集劉史詩 去檢查 我們下集劉史詩